据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微博最新消息 备受瞩目的市井赛将于2024年2月2日开帷幕 此次,中国跳水梦之队派出了强大的参赛阵容 全红蝉、陈玉希、谢思逸、王宗元、曹元、张家琪等奥运冠军 将携手陈一文、昌雅妮、杨浩、变俊杰、龙道一、郑九元等世界冠军 共同出征卡塔尔多哈 此次市井赛将于2月2日至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吸引了全球顶尖的跳水选手齐聚一堂 孟之队将面临来自世界各地的强手挑战竞争异常激烈 但队员们毫不畏惧 纷纷表示将全力以赴 为荣誉而战 为国家争光 在这场备受瞩目的比赛中 最大的看点无疑是全红蝉和陈玉希的对决 这两位年轻小将在女子十米跳台项目中将展开一场激烈的角逐 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全红蝉 年仅16岁 却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跳水天赋 她动作灵活自如 入水时水花极小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喝彩 在之前的比赛中 她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成为了女子十米跳台项目中的佼佼者 而陈玉希同样是位不可小觑的选手 她与全红蝉同龄 同样具备着出色的技术水平和稳定的心理素质 在比赛中 她总能保持冷静 以完美的动作征服裁判和观众 这场比赛 全红蝉和陈玉希将在女子十米跳台上展开激烈的争夺 他们将用各自的高难度动作争夺冠军的殊荣 观众们将有幸目睹两位年轻小将在跳水项目中的卓越表现 感受他们带来的激情与活力 在这场龙争虎斗中 全红蝉和陈玉希将展现出他们的才华与实力 他们的每一次起跳 每一个动作都将牵动着观众的心弦 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一场竞技的较量 更是两位年轻小将展现自我追求梦想的舞台 无论结果如何 他们都将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 为观众带来难忘的记忆 这场比赛时间是 单人预赛在2月4号15点 单人预赛决赛的时间是2月5号15点 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 我们将见证中国跳水梦之队的精彩表现 他们将以高超的技巧 稳定的发挥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征服跳水赛场再创佳季 让我们共同期待 孟之队在市井赛上再传佳音 为祖国的荣誉而努力拼搏